这是一位29岁的年轻男子 他18年的时候因为体检发现了肺内多发节节 考虑是早期肺癌的可能性大了 所以一个医院的专家就给他做了手术 那么切了五个节节 但是术后一复查发现左上肺还有一个 仅仅有六七毫米的一个淡淡的一个节节 所以他很着急认为这个节节也是危险 所以做了术后做了切除下来的节节的基因检测 发现有基因突变就吃了拔相药 但是实际上吃了将近一年 这个节节并没有消失 说明这个节节对拔相药物不敏感 那么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 他肺内的多发节节是多元发的 因为有的节节有基因突变 有的节节没有基因突变 导致了对药物的反应不同 所以这个节节对药物没有反应 吃药也没有用 他反复找了我好多次 那么我看到这个节节 其实一直没有明显的变化 不管他吃药不吃药 一直没有明显变化 所以我想当时医生给他做手术 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节节位置很深 但是如果要切除要最少切除一个肺段 可能影响他的呼吸功能 因为其他部位的节节可能只要切一个 这个楔形切除 对他呼吸功能影响不大 所以我建议他继续观察 不要急得非要赶尽杀绝 那么这个节节如果永远不变的话 不是也很安全吗 如果实在观察到他有变化 我们在做手术 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因此的话 就说这个节节发现了以后 第一个不要着急 它对人体没危险 因为你看到这个左上肺 这个摩玻璃节节 两年了将近 但没有任何的变化 如果他其他的节节不做 所以我相信也不会有明显变化 所以对于尤其对于多发节节的病人 等待观察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这些节节都惰性生长 它是长得非常非常慢 十年八年才会发生变化 或者是根本就不会变化 为什么要那么急的去处理呢 如果我们通过密切的观察 动态的观察 发现它有变化了 我们再去处理 哪个有变化处理哪个 这样不是对人体的损伤会更小一些吗 不然呢 不会变化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